这个徐耀昌离开国民党 我觉得是私人恩怨有 但是找到了国民党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提名犯了很大的错误 提了一个大家不支持的候选人 朱立伦说 哎呀 惋惜不舍 不舍你有去喂留吗 我直接问 朱立伦你不舍徐耀昌离开国民党 你有没有打算他去喂留 嘴巴讲的人意道德 内心是心直口快 手起刀落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徐耀昌提出了四个不支持 这是基层的国民党人 讲到好多基层心坎里 大家的心坎 他觉得哇 徐耀昌 你这四个不支持一讲出来 真的讲到我心里的话 我一直在讲 大家对于国民党提出来的候选人 基层的党员 尤其深蓝的时候 我没有理由不支持 因为国民党提出个冬瓜 我都要支持 这就是深蓝 可是当这个冬瓜上面被切了四个角 每个角都在流水 大家心里想这个冬瓜还能吃吗 这个冬瓜再下去 吃了会闹肚子 所以徐耀昌的这个震撼蛋 不只是他离开而已 他找出了侯友宜 为什么被蓝军讨厌的原因